原来的日本证金银行旧址 如今成为法院博物馆 东郊民县28号的洪都服装店 曾经为国家领导人质疑 也给这条街道增添了许多传奇 在北京 街头巷尾浸润着历史文化 也飘散着阵阵墨乡 我们前往地安门东达街 这里是北京最为繁忙的交通要道 在路口南边 矗立着一栋仿古建筑宴赤楼 如今是中国书店 宴赤楼店的所在地 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龙 为我们讲述这里的故事 它实际上这个宴赤楼 是当年首位地安门驻扎军队 这个军丁在这住的地方 就是它后来说叫 类似叫巢房 所以它就在北京的中州县两侧 而所谓为什么叫燕池楼呢 它就是叫过去讲这个燕别是排开 是大燕的燕 是的 我们现在呢 其实是在马路的一侧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右手边是中国书店 而其实对面也是中国书店 对 在当时其实也是燕池楼 是两边都有的 两边都有 只不过现在复建的时候 就是这边呢 是面具稍微大点 它复建的长了点 那边稍微短了一点 但实际上它还是按原来的基本格局 燕池楼始建于1420年 也就是明朝永乐18年 它是地安门的附属建筑 20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楼与城墙都不复存在 2014年 地安门燕池楼复建完成 北京市西城区政府 决定把这里开辟为公共阅读空间 几经甄选 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书店 进驻燕池楼 它是中国最大的经营古旧书看的书店 其实这个中国书店 它主打的也是古旧书籍 在这还专门有这个书架 这是放着这个古书 但是这些是旧书吗 这一部分 基本是中国书店出版的 现装新印古籍 还有一块业务 就是古籍整理书吧 就比如说这一本古书 它就是一部 那么你怎么让大家更多了解 用我们的画者叫 画一为百 画一为千 因为这个书就是比较典型的 那边突经极筑研绎本草 这是一个就是本草文献 我们因为它的名字很长 我们平常说就是尽量说的顺着点吧 就直接给它请原本草 原本草 从日本给收过来的 这个书呢 应该说它在我们国家的 本草文献的发展史上 起一个成天起后的作品 这部《类编图经极筑》 《演绎本草》 由南宋医官寇宗氏撰绣 《元代刁榜刊行》 是我国古代本草文献 城上旗下的经典之作 不过此书已经绝起多年 直到2010年 它在日本旧书拍卖会上露面 人们才知道它流散海外 一直被日本御医收藏 中国书店经过多方努力 将它购买回国 按原貌隐隐出版 马建东说 纸张和墨色的调试 进行了两年时间 因为这些颜色的变化 这种包括一些水浸的 包括甚至重铸的痕迹 它也是这个书流通过程中 留下的历史痕迹 你看这个痕迹 这不说我都不会意识到 这是专门印出来的 因为它原样就是这样 所以你印的时候 用你的印刷技术 给它反映出来 他们这个读者捧在手上的时候 还像捧着原版一样 能感受到时间沉淀的 那种厚重感 这样呢 大家后人在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通过你复制的 和原书的最大化的接近 他才能了解到 这个书在历史上 它怎么传承过来的 它在历史上能够有 什么样的痕迹 这对后人的研究 是有一定帮助的 自成年以来 中国书店就致力于抢救 收集古籍善本 也恢复了多项传统印刷技艺 《石竹斋书画谱》 和《石竹斋坚谱》 是明代出版家胡正言的作品 他将中国雕板印刷技艺推向巅峰 2012年 中国书店出版的新银本 《石竹斋坚谱》 恢复了失传近百年的拱花技艺 为了表现它这个画的这种立体感 让它更具有美感 采用一种叫拱花的工艺 就是给它架出来 这有点像这个立体的 能摸一下吗 能 可以摸呀 哦 你手摸上去就能感觉到这个凹凸 对呀 嗯 这山水 这是云 云就是干脆直接用这种 它直接用这种拱花的手段 它表现出来 然后就表现出来 这个这样呢 就你能看出来 包括这体下 这是水 对吧 这个工艺恢复的还是本世纪以后 就是在江苏金潭 找到我们一个长期协作的一个印刷厂 让他们按照传统的工艺 根据我们提供制作的印刷 然后做实验 那开始也是很难 为什么 就是你压力小了 出不来这个印 这个印出不来 是 压力大了 直破了 是 所以也是反复实验 反复去揣摩 古人应该是怎么样操作的 我们现在怎么操作 在这家书店中 古旧书企占一半以上 约有两万册 这也是中国书店的一大质保 新中国成立初期 许多残存的古籍和文物流散各地 有的甚至被当作只将原料收买 在多位有识知识的倡议下 195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 国饮古旧书店 中国书店 从那时起 抢救古书就称为中国书店的使命 当时 北京古旧装定和修复手艺 最为精湛的师傅 都归入了店中 这项技艺也因此传承至今 拍摄当天的读者活动 中国书店第四代古旧修复技艺 传承人徐小敬 带来了他正在修复的古书 今天不光是我在这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坐在这 大家都对这个古旧修复非常感兴趣 那许老师你今天带来这个书 是我们面前看的这本吗 我这本书是这本 现在市面上 这是一个皇帝内经 哇 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很多重铸的这个洞 这个是还没有修呢 还没有修 它可以看到它表面很多的重铸 这边可以看见 它其实它是一个经过了一个 不是特别规范的一个 一个制作这个书 它把一个书页粘到了 直接粘到了这个书衣封面上面 对 接下来我们会把它一点一点的 拿竹起子再焖水 给它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现在摆的这个样子 然后再给它进行一点点的修补 补上补纸 再给它吹瓶 然后再喷水压瓶 对 后面程序就一步一步来 我们来看您怎么操作吧 好吧 古籍修复有二十多道工序 徐晓庆进行的这一步是补书页 将小麦淀粉调制的酱糊 涂抹在重铸和破损的地方 然后贴上补纸 这部明代课本的皇帝内经 有四百多年历史 修复的手法必须细致入微 然后薄薄的一层 然后随形一撕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些 再给它撕掉 其实我现在才注意到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一页 它贴在这个下面这个宣纸上 它其实是反过来附在上面 对对对是 背后不影响到正面的整个这个效果是吧 对我们你看我们古代的书籍 它是两个书页合在一起对折的 它叫一个桶子页 所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在它的书的背面 就是它的反面 没有字的部分给它修补 所以修完之后再给它对折上之后 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祖先 留给我们修补的一个最大的空间 是 徐晓静说 修补使用的是 库存了几百年的皮质 它与原书液的厚薄 质地连纹最为接近 而且存放过程中散尽了火气 可以补得服贴又牢固 如今修补用纸也变得越来越珍惜 其实我做得这么近 我的感受就是觉得 我们看到的是纸 但真正附到这个旧书 书页上的那种感觉 就像是把这个 补纸的纤维 嵌入到其中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像在绣花一样 但我用的都是一段一段的线 然后把它贴补在 那个小小的缝隙上 我看到您这个动作都非常的细微 您修书已经有多少年了 我修书有15年多了 15年 其实看起来您很年轻 几岁就开始跟师傅学 22岁 以下暴露了年龄 那那个时候修书 对于想要学修书的人有什么要求吗 我那时候05年入行的 我05年的时候 国家还没有开始实施古籍的保护政策 还有那个什么 但是中国书店对于这项记忆比较重视 对开始传承 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傅岁数有一点年长一些 然后可能也需要一些新鲜学业输入进去 所以我就机缘巧合进了这个古籍修书行业 当时是作为很年轻的一代修书师给往下传承下来的 对 现在也不年轻了 传到你这算是第几代呢 我这算第四代 第四代了 在中国 人们把修书称作为古书续命 修辅师就像古书医生 徐晓庆说 最危急的病情是酸化 它会让纸张发黄 变脆掉渣 甚至化为纸灰 修辅师需要尽快对纸张进行脱酸处理 让书也恢复柔韧和洁白 中国书店是国家级古籍修辅记传承单位 四代修辅师已经修补了几十万册古籍 据统计中国有五千万册古籍 三分之一极大修辅 不久前 中国书店开始对公众承接业务 人们拿着家谱和祖传古籍找到徐晓庆 这本《皇帝内经》就是一部私人收藏 当时是怎么找到的 是你们找到的还是有人拿来 希望你们来帮助修复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然后从不知道从什么信息 去到知道的我们古籍修复的信息 然后就拿着这个书过来 找我们来修复 对 你看这上面的掉下的产业 这最后都要给它恢复上去的 对 都要批接上去的 你像这本书就会用特别稀的这样子 这个就要用稍微稠一点的这样子 对 这大概就是差不多吧 基本上就完成了 对 这算补完的一个半成品 那到时候在装丁的时候 这些多余的补业 再会被削掉去 会采掉 徐晓静说 这部书大约需要修六个月 每一页的修复价格仅为几十元 在他眼中 古书在家族老化 修书就像抢救生命 更是在延续历史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对古籍修复萌盛了兴趣 这次读者活动就请大家 体验其中的一部 《川线电书》 特别好奇你们 你们为什么喜欢古籍修复呀 传统文化嘛 很酷酷的感觉 反而觉得传统文化更酷一些 这是你第几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第一次 头一回 你看我们现在男孩也拿起来针线了 但是干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是要把这种古本的这个书给装丁起来 就以前古人就是这样装丁的 对 中国书店的读者活动 大多与传统文化有关 修书和定书是古代读书人的必备手艺 一针一线间 我们仿佛感到文化在指下流淌 令人轻訝的是 至今中国书店还沿用师徒传承的方式 培养店员 保留着在柜台选书 送书上门的服务 遵循老规矩也留下了老手艺 董事长张东小告诉我们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家24小时书店 印尺楼店在开业之初就坚持24小时营业 2020年受疫情影响暂时中断 就是每个月的租金也是政府有补贴什么 这个场地没有租金 这个场地是西城区政府免费 拿着中国书店使用的 目的就是要来开办24小时书店 和工艺的阅读空间 我们拍摄是 中国书店恢复营业不到两个月 日均客流量只有几十人 如何让实体书店继续生存 是他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现在书店大家都在探索 都在转型 没有一个固定的成功的模式 包括我们24小时店 延长服务时间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线上线下的打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空间利用好 把活动办好 把中国书店的这个古书之美 怎么来装钉刷印修复 这些书的这些活动 贯穿到整个书店的经营过程当中 是作为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 然后把我们中国书店 为书找读者 为读者找书这个理念 几十年的这个理念 把它传承下去